AI能够画出让人愿意买的画 这个已经发生了 AI能够写出让人愿意买的书 这个很快也会发生 AI未来进行时 是我作为AI科学家 和陈秋帆作为一个科幻小说作家一起写的 里面用的科技 都是我个人认为 是有高概率在20年之内可以做出来的 可以让每个读者知道 未来的世界会是怎么样 中国可能是10年就达到了 智慧城市加无人驾驶 元宇宙来到的时间 可能会是在5到10年以后 量子计算是一个非常巨大的 颠覆性突破式的技术 我们得了什么病 那就可以先让我们的量子模拟的 虚拟的我们的身体 吃一颗什么药 你就知道这个对我们 钥匙对我们是有用的 未来15到20年会有一些挑战 工作会不断地被AI取代 因为在工业时代 其实是需要去说服很多蓝领 去做一个枯燥重复性的工作 就会描绘出 未来可以赚钱买房 工作就是你的人生的意义 所以很多人相信了这个 但是今天呢 AI时代来临了 如果我们大部分的人还是拥有这个工作 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 那工作又被AI取代了 那就会掉入一个深渊 非常的痛苦 它是把人类从重复性工作解放了出来 AI现在看来不能取代的 一个就是我们的大脑的这种分析能力 判断能力 还有创造力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 这种信任 友情 关怀等等的 所以我会建议年轻人 要把这两个技能 也可以说是软实力 排得最高 也要非常开放地 愿意去学习使用AI的工具 女儿呢 本来是学的艺术和摄影 这个给了她很好的美术的这个背景 但是最后发现 要工作的话 可能还是更适合在一个高科技公司 做产品设计 我记得他们读高中的时候 我就常和他们说 其实读大学这整件事情 并不是说学一个技能 让你终身能够工作 而是说让你有一个学习的能力 以后学什么都能够自学 因为工作会不断地被AI取代 另外的话 能帮你找到你最大的兴趣 这两件事情达到了 你大学的时间就没有白活了 跟AI竞争 一定要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向 吃饭睡觉 洗澡可能都在想这个事情 那它能达到的这种功力 比一些AI都能够走得更前面一点 我们可以期待甚至20年以后 人类如果一周只工作15个小时 可能也可以养活自己 在未来所有的物品都会变得越来越便宜 因为AI和机器人可以来做制造 能源也会越来越便宜 当我们做每一个产品的价钱 都降低了90% 那么靠这些产品赚钱的公司 就真的会把售价也降低80%或90% 让我们获利吗 还是会想尽办法让我们花最高的代价 反而伤害了很多的人 我觉得人最后的结局 无论是一个特别让人振奋的 一个最好的结局 或者一个最坏的结局 都是人类带给自己的 所以我想提到的 我们现在在一个岔路上 这些科技可以带来一个丰饶社会 那阻止它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贪婪 我们现在在一个岔路上